澳门大学是一所国际化综合性公立大学 多元文化融合的国际化校园 资源汇聚、人才引流 澳门大学已经成为众多应解学者 深造的高知学府 2023至2024年 澳门大学中华医药研究院 将增设理学碩士、医药管理专业 超一流CG队五营仔 生物医药以及大健康产业 是澳门及大湾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 我们看到在不远的未来 对医药管理人才会有大量的需求 因此澳门大学利用我们的优势的教育资源 在我们的医药管理哲学硕士课程的技术之上 开办医药管理理学硕士课程 通过教学的为主要形式 为学生传授实用的医药管理知识和技能 希望为澳门大湾区经济发展 提供人才保障 我们中华医药研究院创办于2002年 那么建院医史我们就开设了医药管理的课程 在过去的20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一共是大约 培养了400名的医药管理专业人才 这些人才在国内和国外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在粤岗和大湾区不管是企业界还是在 卫生行政部门 二十年来我们医药管理专业一直是 秉持着嫁接药学跟管理学的桥梁的作用 那么很多同学原来的学科背景是药学专业 那么通过医药管理的学习能够走向管理层 特别是企业还有卫生行政部门 这也是我们二十年来秉持的目标 也是我们未来将要发挥的一个重要的作用 所以在看来支援科学专业在 Macau和大湾区域 我们特别设计了这个计划 训练的技术 所以他们能够理解决 进行专业最高的资料 在社交科学专业 社交科学专业 甚至在社交科学专业 科学专业的科学专业 这些学生会能够提供他们的知识 然后专业 然后发展专业的解决方法 去解决真世界的问题 在实际上的科学专业的情况下 因为我们从地区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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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为这课计会能够提供 高质训练专业和教育的资料 是在2006年就读澳门大学医药管理硕士课程 现在在澳门静国护理学院教书 澳门大学的医药管理课程内容丰富 而且实用 在课程中 我不仅学会了如何查阅文献 扎实的统计学基础 还培养了统计学的思维 在毕业后 我将学的知识应用在教学工作当中 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随着政府大力发展中医药产业 和淡载医疗综合体的落成 社会对医药管理人才的需求也大增 我相信选择澳门大学的医药管理专业 必定大有作为 谢谢 我是2016年硕士毕业于澳门大学 中华医药研究院医药管理专业的王苏基 现在在一家创新药企业 在庭医药负责产品上市后医学事务的工作 医药管理专业的课程即包括医药政策 产业链等与医药产业直接接轨的课程 也包括提供统计学 技术格局分析等技能上的锻炼 这些课程带给我的除了专业知识 更重要的是锻炼了我们快速学习 高校提出解决问题思路的能力 相信也会对有助于加入医药产业界的同学带我帮助 未来我会继续在医药公司的医学事务部门继续深耕 希望能够为未被满足最要需求的患者 带来更多的机会 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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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手精 体肤美好 欢迎广大学子 高校澳大医药管理理学石士专业